青年党主席赛沙迪失信和洗黑钱案 今天在吉隆坡高庭开审 他一共面对四项控罪 不过赛沙迪代表律师强调 这一切都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指控 反他会一直利用案件威胁赛沙迪 要他转态支持时任首相丹斯李慕尤丁 赛沙迪坚持原则 结果才吃上官司 但是相信法庭一定会还他清白 青年党主席赛沙迪被指挪用土团党百万令吉资金 被控四项失信 不诚实盗用财务和洗黑钱罪 案件今天在吉隆坡高庭开审 第一项控状指出 赛沙迪在2020年3月6号 串谋土团党青年团负财政拉菲克 挪用党100万令吉资金 抵触刑事法典406刑事失信条文 罪诚可判处监禁不超过10年和编吃 同时可被罚款 至于第二项控罪 赛沙迪被指在2018年4月8号到21号 滥用土清团马银行伊斯兰银行户头中的12万令吉资产 作为私人用途 还让拉菲克报销这笔款项 抵触刑事法典403不诚实盗用财务条文 一旦罪成 可判处监禁6个月到5年编吃和罚款 赛沙迪同时面对两项洗黑钱指控 他被指在2018年6月16号和19号 把两笔个别5万令吉的非法活动收益 从马银行伊斯兰银行的私人户头 转移到土著信托基金的个人账户 抵触2001年反洗黑钱 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四之一之B条文 罪成可判处监禁最高15年 以及罚款洗钱金额5倍 赛沙迪到代表律师林伟杰强调 这一切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的恶意指控 赛沙迪在庭上否认所有控罪 要求审讯 卫生部长凯里 诽谤公正党主席拿都西里安华 完后面案件告一段落 原本上诉要求推翻诽谤罪成裁决的凯里 今天正式撤回上诉 凯里的代表律师莎拉指出 上诉案原定在8月11号审理 不过上诉方早在4月就致函通知安华律师会撤回上诉 因此希望联邦法院个别以1000令吉的糖费 撤销两项上诉申请 不过安华代表律师拿都斯里哥巴斯里南指出 两项上诉共有10卷 他必须回答所有问题和准备成词 因此认为每项上诉申请应该以5000令吉撤销 法庭随后接纳哥巴斯里南的论点 允许凯里个别以5000令吉的糖费撤销两项上诉申请 上诉庭是在今年2月7号决定维持高庭裁决 裁定凯里14年前诽谤安华罪成 必须赔偿15万令吉 因此而言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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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而言之后